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众所周知,NBA是个典型的商业联盟 但即使是如此,在联盟的赛场上仍旧是诞生过无数令人感动和震撼的经典时刻 或是历经艰辛后终于夺冠,或是球员们之间的兄弟感情 而这些时刻的缔造者都是在联盟中拼搏的球员 因此,球哥也是打算来畅谈一下关于球员在常规赛的十大瞬间 这次的主角便是斯蒂芬·库里 对于库里来说,在音音商休战了一个赛季后 本赛季和他也是迎来满血复活 而原本以为他能够和汤普森等人一起带领勇士再创辉煌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汤普森却再度保销 这显然是将球队的重任直接托付给的库里 库里也没有让人失望 他也是成功的带领球队闯进了福加赛 而在这种情况下,库里本赛季也有着众多精彩表现 那么本赛季,库里在常规赛都有哪十大瞬间呢? 1.单场62分,闯新高 2021年1月4日,在对阵开作者的比赛中 32岁的库里用33次出手轰下了62分 事实上,打到第四节最后1分05秒的时候 他的得分还一直停留在56分 但接下来的24秒,他在两个回合内连续命中了两季 高难度3分,将自己的比分定格在了62分 而在库里砍下62分后 这意味着库里成为了砍下60分第二老的球员 还意味着库里真正意义上单和带队 轰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得分新高 但越是这样,球迷却越无奈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轻易去轰高分 只是命运将他推到了这个现在无法避免的位置上 可即便如此,库里却依旧还是那个库里 在加入60家俱乐部并且打破自己的得分记录后 他仍是像少年一般和替补习一起欢呼醒住 2.圆梦空接爆扣 在2020-21赛季的全明星赛场上 原本平平无奇的全明星 在比赛的第二节末端被带入了高潮 在第二节还剩一分钟的时候 保罗外线持球库里溜底线后高高跃起 完成了一记漂亮的空中接力 你什么时候见过库里跳这么高去攻击库篮 而且还有一个超长的挂框动作 可以看得出库里真的是在享受着全明星周末 享受着这份轻松的篮球氛围 3.罕见怒吼队友 2021年3月12日 在勇士对阵快船的比赛中 第三节暂停期间 由于此时球队落后多达24分 这使得库里的情绪略显激动 站在球队替补习面前 大声怒吼训话 并且无奈摊手 而库里会做出这个举动 也并不是不能接受输球 而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输球方式和态度 而且在这场比赛之后 球队就将跌到了西部第十 在这种情况下 库里显然是想要点燃队友的斗志 希望队友不要泄气 毕竟篮球中规是个团队项目 对于库里这样的举动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属于库里的不甘心 四 意外受伤尾追骨 2021年3月18日 勇士对阵火箭的比赛中 这场比赛 原本便是没有多少悬念 但是 在比赛的第三节尾声 却发生了意外 库里再一次投篮后 习惯性后移 但是酿翘后失去平衡 尾追骨重重摔向替补西台阶 而库里也是立刻捂住自己的尾追骨 表情相当痛苦 最终在赛后 库里被诊断出尾追骨挫伤 这对于库里本人来说 显然是很不甘心 对于勇士来说 也是重大的打击 也正是在库里受伤的阶段 勇士再次陷入了连败 迫使他不得不提前辅出 5 勇士对史得分第一人 库里早已经拥有 勇士最主要的几项数据记录 他在历史助攻术 三分球术 失误术和罚球术上 都领先于球队其他球员 在出场场次 分钟数和抢断数上 也是前三名 而且他还是历史上 唯一的两届MVP 也是仅有的几位随队 夺得三次总冠军的人之一 但是他却还不是队史得分王 直到2021年4月13日 在对阵绝境的比赛中 库里首节砍下21分 这也让他在勇士的生涯总得分 成功超越了张伯伦 在球队耗时五年半留下的 17783分神迹 加冕队史得分王 而这可以说是库里 在勇士最重要的个人里程碑了 6 崴脚之主同样 2021年4月18日 勇士对阵凯尔特人 库里的表现十分出色 但是在第四节的时候 库里遭遇了左脚踝的伤势 在一次接球后 他做动作不慎崴脚 左脚踝接近90度 随后他便是痛苦的倒地 而在下场后 他也是不愿放弃比赛 吃了止痛药后继续上场 而在这场比赛 库里也是倾尽了全力 到了最后时刻还标进三分球追分 但非常遗憾 勇士还是落败 可是我们却能够看得出 库里想要赢球的信念 而这也就是库里伟大之处 7 水花兄弟浓浓兄弟情 在勇士战胜绝境的赛后 在场边观战汤普森 也许是不忍心看到库里的孤立无援 以及母队进来的挣扎表现 他赛后 在替补席上 自责地流下眼泪 而这一幕 正好被当场的慢镜头捕捉到 也正是在这时 库里快步走到汤普森身边 轻轻地拍了拍汤普森的肩膀 向日赛和他说 这都不是问题 以此鼓励汤普森振作起来 两人浓浓的兄弟情 尽显无疑 而两人相依偎的一幕 相信也是刻画着 无数人的青春 8.勇士主场球迷高喊MVP 2021年4月24日 在勇士对阵绝境的比赛中 这是勇士本赛季 首次让球迷进场观战 其中 在库里接受场边采访 返回更衣社途中 看台上的百位球迷 齐声喊出了 千人MVP的呐喊声 而这是主场球迷 送给他们当家球星 最好的赞美 但是 早在前不久 就有客场球迷 也被库里的表现所征服 在勇士对阵七六轮的比赛中 最后时刻 库里在执行罚球的时候 七六轮主场球迷们 纷纷被库里的表现所征服 在主场 对着库里高声其呼MVP 而这是对于库里最大的赞美 也是对他的认可 即使他得不到这份MVP的奖项 9.单月场均37分 库里4月的个人表现 可以说是他至今为止 生涯最佳的单月表现 整个4月 库里只缺席了一场比赛 场均可以得到 37.3分 6.1篮板 4.6助攻 投篮命中率 51.8% 三分命中率 46.7% 罚球命中率 90.8% 进入了180俱乐部 同时 他在4月总共命中了 96级三分球 刷新NBA单月三分球 命中数历史记录 另外 他在4月的15场比赛中 一共13次 砍下30家 这也刷新了 科比保值的 33岁以上球员的历史记录 可以说 这样的表现 除了库里 NBA历史上 也没有几个球员能做到了 但比较遗憾的是 即使库里表现很神勇 勇士在4月的战绩 并不是很亮眼 只有8胜8负 胜率为50% 虽然这样的战绩也不算很差 但是以库里如此出色的表现 勇士的战绩 显然应该更好 10. 先一庆祝 2021年5月17日 在勇士对阵辉雄的比赛中 比赛的最后时刻 库里连续命中3分 将分差扩大至12分 结束了比赛的悬念 其中 第二季3分命中打停辉雄之后 库里更是掀起球衣 怒吼庆祝 这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决定 两者谁是第8的比赛 也是决定库里 是否为得分王的比赛 可以说 这场比赛 对于勇士和库里 蕴含着很珍重的意义 也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 在确定比赛胜利后 库里所发泄的情绪 这是他的王国 总的来说 库里在本赛季 其实还有着很多瞬间 比如输球后 在场边不甘的自我宣泄 比如全明星三分大赛上的绝杀等等 可以说 这个赛季 对于库里来说意义非凡 即使他们可能 拿不到总冠军这个奖杯 但是 他们却是在这最艰难的赛季里 共同前行 共同拼搏 证明了自己 不管前路有多艰险 他们都一起扛着走下去 因此 在后续的征途中 球哥认为 勇士在库里的带领下 一定会走得更远 即使没有人认可和相信 他们也会打破质疑 朝着胜利前行 以上就是本期 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 不含糊